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 也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由于在这馆内 有相关的人员染疫 那也有一段时间 造成有可能的一个传播链 有可能在环境上有风险 所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决定 要把大家都撤离到集中检疫所 那造成大家的不方便 我们感到歉意 那不过集中检疫所 是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大家及时的隔离 不但会保护自己 也会保护到家人 也会保护到社会 那我们会尽全力把大家安置好 不管在安全方面 或在十一柱上面都会提供好的服务 当然有医疗的人员在集中检疫所 那到了之后 我们需要立即开始做 我们的相关的检验 让大家明白 在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身体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请大家要配合 那可能在这时候 等一下员工会个别的通知 什么时候到下面集合 那我们一批一批到集中检疫所 那最后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